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錄製的是2017年PREVUS4代 油電車 各位車友現在你所看到的是我們那個PREVUS4的油電車 那現在你裝的現在很多車友都覺得原廠的影音系統 非常的不方便 那你現在透過安裝我們無線科技的安卓專用機的話你現在就可以 同時有保留油電的資訊 同時保留油電的資訊 然後呢你又有9吋的大面板 磚叉不會影響你的保固 那原車的功能都有保留住 那我們現在來打個導車 導車型 這個是我們原廠的導車 原廠的導車顯影 導車顯影的功能 對 好 好那我們打回來 好 那我們現在為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我們的硬體規格 那這個大哥他也是剛好多來一彎處逼啊 所以他就把這個施工的機會交給我們 然後關於設備 那我們所販售的 就是T3 處理器T3 6.0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32G 32G肯定夠用 不會Lag 然後我們這個記憶體的總量是2G 現在市場上穩定的主流的都是這個 以這個模式 好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說 所謂的安卓機他主要就是吃熱點的功能 我們現在在把頁面切入到 原本吃WiFi的部分 然後這個F8332就是我們車主大哥他本身的手機的熱點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要看YouTube要看一些要需要吃到熱點App 你給他熱點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可以看到這是我們一些介面 你買當用Google的地圖 Google地圖就是要買當聲控 那我們也有 手套箱打開 我們把手套箱拉開 我們安卓機會幫你拉USB 所以如果你有 看影片的習慣 或者聽樂 你都可以把影片放進來 那 這是廣播的部分 再來 我們這台車 這台車有 JBL擴大器 JBL擴大器 這也是有保留的 絕對跟你的銜接不用再去買什麼轉接器了 那我們現在再看一下那個YouTube的部分 喔 那 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YouTube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大家都知道影音主機就是要聯網 那我們看一下畫質 畫質很高喔 在720p 你看 你看這有擴大器 聲音很大聲 分吸收 音量不用吊銷 就很有感覺了 這個朋友 大家看到 好 我們現在來示範那個 電視給大家看 找我們安裝安卓機 我們的第四台 都是免費的 台灣的第四台有99台 你要看新聞 你們要看幼幼台 我們這都有 進攻 東升幼幼台 這補金都跟雄林的第四台做同步喔 好 那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載導航 那我們導航也有測速提醒 非常的方便 然後KKBUS你就是給他帳號 Play商店你也需要給他帳號 PlayGoogle Play商店也沒有 你就需要給他帳號啦 你帳號可以拿你的App 再來 你今天你有 剛好是拿iPhone的 你有需要到同步的功能 我們這個也可以用蘋果 也可以連線WiFi 那大陸的第四台 要追劇的這個都有 那基本上 當你在使用 導航的部分來說 我們都有測速的提醒 就是說他都會測速提醒 所以說也不一定要裝測速器 反正這些導航軟體都可以用 但是你在看第四台的時候 導航他就沒辦法同時使用 這部分 希望車友就可以明白 那他也本身就有藍牙的功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基本上油電車的一些設置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 這邊都可以看 這也是 這都可以看 一些車輛的訊息 一些功能 這都可以走 你這油電的資訊 最重要的是這個 這跟安卓機並存 不會因為說你今天裝的這台安卓機 你就會不見了這些功能 我們上次也裝過 PREBUS比較舊款的 PREBUS C 這一次我們 裝過最新的 PREBUS C 這個是 那個油耗的資訊 那本身這個都是全繁體中文的 使用起來應該是很簡單 很方便 如果今天你還要看大陸的頻道 比如說你還要看大陸的一些籃球 足球 你都可以透過我們內建的免費地勢台 都可以做使用 那這個都是免月費免年費的 對啊反正使用起來 很簡單 不會很難 你要看籃球 這都有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現在再放放一些音樂給大家聽 方向盤快播 方向盤也是可以連動的 方向盤也是可以連動的 安卓機就是蠻方便好用的啦 然後他現在他肯定比原廠的主機還要CP值來到高 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原廠的都高了一些 這邊都可以看 這邊都可以去處理 他去下載他 去播放他 然後 最後介紹一下 有時候你還要跟鞋子在插鞋 譬如說你現在在幫我 我幫我幫一下給你看 我們現在是不是鞋子插鞋 譬如說我們現在覺得晚上比較刺眼 你拉下來 按兩下 你還要跟鞋子插鞋 很簡單 OK 好 今天就是我們油電車的那個操作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